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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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来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 就是说 是因为我们以后呢 都会有这个惯例 每当我们结束一章 那所有我们的一起共修的伙伴们 都会上来分享 十分到十五分钟的一些学习心得 那我们以生命经验彼此相互来滋润 让每个人都能够早成佛道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棒呢 就是由我们杨老师来开始先为我们来分享他 这个学习心得 那杨老师这一次要讲的 他是 还是 敬业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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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的我们共同修行的朋友啊 尽量就是都能够讲第三章 好 我们因为现在是刚上完第三章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杨老师 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心得 来 诸位师兄 大德 师姐大德 大家晚上好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上台来学习这个佛学英文 那 那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我 刚刚跟老师讲 为什么会拿这个敬业三福 这个 这个十一这个岗目来 来来来当我 那个第一次的 那个那个那个 心得报告 因为我看我们那个八正道里面的那个 政见 政 政见 政师 政与政业 见师与业 念命经定 这个八正道 跟那个我们那个敬业三福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菩萨 修始善业 乃至于那个 还有中间的那个 受此三规 祭足中间 不患为以 然后到 第三福的这个 那个什么 花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宋大神 欠俭 欠俭行者 这个跟那个八正道 那个政见 政师 政与静业 几乎是完全融合的 几乎是完全融合的 那么八正道 我们讲 政见 政师 政与静业的话 要怎么来修 你的方法是什么 那我就想到 这个十六观经里面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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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三福啊 因为他他每一条都四个字 很好记 一共才四四个字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比如说 效仰父母 建设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菩萨 这个每个都是 都是个字的 很好记 很好来 很好来 在日常修行当中 很好修 所以我就说 我想我讲这个 敬业三福啊 完全没有离开 我们八正道的范围 都相辅相成的 那 那所以我这个 当然我今天要讲 讲这个之前 因为我的那个 英文不是 不是很 水平不是很高 都是很粗浅的 所以我就尝试用 这个敬业三福 我尝试用我自己 知道的英文 把它翻出来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所以上个礼拜 我就请丁老师帮我 论笔修正一些过来 那这样的话 我就敢比较敢 放心在这边来讲了 那这个 敬业三福出资这个 《佛观无量寿经》 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经文 那这个英文 他的他的藏文 藏文 《佛说观无量寿经》 他的藏文的那个经体叫做 阿弥陀佳亚那苏特拉 那这个翻成白话的英文就叫做 The Buddha speaks of the Infinity Life Sutra of Adornment A-D-O-R-N-M-E-N-T Adornment就是很正规那种 那种装饰品 那你看那个十六观经里面的观 以法界心观法界境 他那个观都是非常非常豪华 非常等于自信的一种一种一种相用 发挥到的极致 所以他叫做 The Buddha speaks of the Infinity Life Sutra of Adornment 所以我就我的英文稿就是 根据十六观经讲 阿弥陀佳亚那苏特拉 says to be born to the pur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就是要生到这个pure land 净土 of ultimate bliss ultimate就是极端的briss 就是一种极端的一种极乐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要生到西方极端的净土 A practitioner P-I-A-C-T-I-O-M-E 就是一个实修者 Must engage in three kinds of pure actions 一定要从事 在三个 就经验三符 三种 三种 那这个经验三符 第一个 The first kind is to show feel their love feel their love and respect to one's parents and teachers 要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然后要慈心 have compassion and not kill any living beings 慈心不杀 and enact the ten wholeness deeds 而且要 要向父母 奉事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一定要 enact the ten wholeness deeds 就是有益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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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这种行为 dead 不是用口头讲的 所以他们外国人讲 就 indeed not in name 要种食指 不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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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所以我们佛教就是 the prism is indeed not in name 我们佛教是种食指 而不种那个那个形式的 那么这个十三月的话 大家都知道 生三口四一三 那就是生 生就是不杀到银 口就是生三 就是不两舌 恶口七亿忘银 那么意念 就是不贪不成不吃 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就是 steve就是下养父母 奉事之上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那修食善业的话 我记得我们早期去 参访那个那个那个 韦姐老婆上 三四十年以前 在万里的时候 我说怎么样来 来修这个食善 韦姐老婆上 他讲一个 就是心无善念不起 口无善言不说 生无善行不为 也就是说每一天 我们从第一念到第二 到最后一念 我们的初的念头 一天至少八亿四千万个念头 从第一念第二念到最后一念 没有一个念头 落在六道的 都是跟十方诸佛一样的 那个韦姐老婆上 是这样帮我们开始 那我听到这一段 觉得蛮有受用的 所以就说心无善念不起 等于是说英文怎么讲就是 Do not have mind unless it is a good mind unless it is a good mind 然后心无善言口无善 Do not speak a word unless it is a good word 那心无 还有那个就是 口无善言不说 那胜无善言不说 Don't do anything unless it is a good thing 所以这个把它记假就很好记 当我们修行的一个准则 心不体验则 一体验都是善的 这是跟十方诸佛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 密宗所谓的三密相应 寄生成佛就很接近了 你的身口意 跟你的十方诸佛都一样 那就是会起相应的作用 那这个就是讲到第一幅 那第二幅 The second kind The second kind 这个是first kind The second kind is 我们那个 检老师帮我改了 The second kind is to receive and hold the three jewelries 我们今天是直接把它用成英译的 把它就是说第二幅就是受持三规 三规嘛受持三规 我写的比较不那个 我写的是说这个三规 我这个我们写refuge 我是写refugees three refugees refugees是一个避难的意思 这个字是我之前好像四五年前在 在那个维埋协会 那个维埋那边的 郑老师那边他有讲到三规的话 当然用检老师讲的 to receive and hold the three jewelries 这个就是对的 那如果用英译的话 他说像那个避难港叫做 Port of Refugees 那这个Port of Refugees 它才包含这个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佛法身 如果你能够进入到佛法身 的这个避难港的话 那佛法身大家就知道 六祖神经讲就是 活着绝也绝正境的意思 佛法身就是绝正境的意思 你如果能够真正入到绝的避风港 然后那个绝正避风港 还有静的避风港的话 你一定可以避免掉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迷血染的这个暴风雨 这种这种这种恶业 所以在说 我之前 three refugees 那当然 那个检老师就写的这个比较 然后就更清楚 Receive and hold the three Jewish 三宝 然后再说这个 这个就叫做 受止三规 记足仲戒 然后 and follow the precept sorry 完全来接受这种 这种这种信罪 受止三规 记足仲戒 不换威夷 那么检老师这边 也帮我写 Not commit any misconduct 这个就是第二种苦报 那么 佛法神的话 当然六祖才能讲是 是这个这个绝正境 但是最近代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讲法 那更简单的 什么叫做Buddha 他们 他只回一个字叫 emptiness 用很简单的 What is Buddha emptiness 那什么叫做Dharma 什么叫做法 欢成那个中文就是明空 就是明空 什么是佛 佛就是一个空这个字 那什么是叫做法 明空 明白空的道理 这个叫做法 Sangha 那什么叫做生 那生的话就是明空者 真正能够明白这个空的道理的 这个叫做Sangha 所以佛法神的话 很简单的用来讲的话 现在讲的就是空 然后法就是明空 神就是明空者 这样的话更容易 能够能够明空的话 才能真正会有决性 才会 行为都是正跟 静的这样子 那要从明空 要从空下手 那至于这个空的话 上三个礼拜 我有请教彭思杰说 如果像美国人 他们要讲这个空的话 是用哪个字比较适合 那彭思杰说 好像是说 emptiness 是emptiness 不过我们佛法的空 是具足万华的 所以这个讲emptiness 好像是一种端昧空的 会不会 外国人讲的emptiness 那个空 不是 所以是不是应该讲 佛法这个空 应该是真空妙的那个空 是具足万华的 就就像那个空气一样 你要找空气 找不到空气 但到处都是空气 you can't find the air but it's everywhere 到处都是空气 因为这样才是 有把这个真空的那个 那个真如本性 那个空 把它表达 用emptiness 我觉得 好像讲一半 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 我就是讲说emptiness like the air you can't find the air but it's everywhere 空气都变满在 但是你找不到他 这到处都是他 这个空是这个 有这种这种意识 这个是 noth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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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好像也是 什么都没了 不是喔 不是 那待会要请我们简老师讲评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稍微 怎么样来欢会比较好这样子 来请教主位 主位先见了 但是这是这个第二幅 那第三幅 the second is to generate the Buddha mind 第三幅的话 这是菩萨在修的 就是要花菩提心 那花菩提心的话 真正花菩提心的话 在我们花园经的那个石柱品那边有谈到石柱品 真正明星见尽他很自然一定就会花这种菩提心 所以花园经的记里面在赞叹这个我们修行者都要花菩提心他有讲说 欲知那个一切诸佛法 宜应述发菩提心 应该要赶快花这个菩提心 此心功德中最甚 必得如来无碍智 所以涂到这个石柱品的这个器的时候 我就想说 喔原来 原来要得到佛的这个智慧 除了深入金上以外 更要花这个菩提心 因为我们常讲的 不花菩提心而修诸功德 是为摩业 因为他是有肉的 所以一定要修这个菩提心 你看深入金上 他是看你自己的智慧 这是智力 那真正的花菩提心的话 这是利益众生的 这是修福 所以深入金上修慧 然后花菩提心修福 福慧 福慧都具足了 才是活的两族尊嘛 那活的二族尊就是这样修来的 Now the third kind is to generate 要产生这种 body mind and have a deep face in karma 要深信因果 那这个因果 我们金工老师常常讲的 到了这个菩萨的境界 他这个因果 不是一般讲的 做善的 有善罢 做恶之罢 他这边 因为是出自十六观经的 所以他讲的是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所以我这边再加说 这个have a deep face in karma 我在写 那是to chant to chant to chant 阿弥陀佛陀's episode 就是他的名号 EPTHET episode is the factor 这是因了 and to become an阿弥陀佛陀 is the result 这是果 那这个have a deep face in karma 其实他是讲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样子 然后 花菩萨经 身心因果 然后读诵大神 chant 就是读诵 Mahayana Sutras 读诵大神 大成的 and encourage others 而且鼓励大家 encourage others to advance o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在 就是 劝大众 大家一起来 发那个 要信念行 然后修金业三符 那 就往生 往生到 就往生的那个 因为不能以少善跟福的音源 得生彼果 那里有花怨信念行 然后又有这个修金业三符 那你这个 那个福报音源都具足的话 必定能够往生 何况你那个我们第一条 第一符你修到的话 一般来讲它是 它是可以往生到 那个 環圣同居土 那你修第二符的这个 这个这个二圣人修 这个这个 具足中 寿司三规的话 这个就可以往生到 方便友谊土 那第三种这一种的话 花菩提心身心因果 这个就可以我 原始上就可以往生到 食报庄严土 所以说 这个 我们要读诵大臣 然后 encourage others to advance o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and go to 阿弥陀佛的 佛陀佛博人 without fair 一定要成功 这样子 以上跟大家报告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第二位呢 我们就请Johnson师兄 来跟我们分享 呃 那个 各位大家好 欸那个 刚才那个 杨老师他讲 很久 好厉害 我觉得我好像 讲不到十分钟 因为这个第一次嘛 对 那没关系 那我就大家先 因为我们也读了 已经读到第三章 读完了嘛 那杨老师请我们做报告 我就做一些报告跟大家分享 那 那我先大概就是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的背光 就是接触到佛法 就是说我 其实小时候的话 我阿嬷就有 常常带我出去公庙里面走 所以说那时候他 我很小 大概 读小学之前 他就带我去了 那他有跟我讲说 你这个蚂蚁不能杀 他有跟我讲 所以我小时候印象很深 我不能杀蚂蚂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 去杀蚂 这些都没有 然后 之后的话 就是说 然后到了差不多 到了民国79年的时候 因为之前的话 我对完全神婆这些 是没什么概念的 我只知道神 因为我们家有拜神 那我知道说 我爸爸 而且我爸爸 他是一个鸡童 他 他不是他的职业 但是他很有兴趣 因为以前我家旁边 有很多那个公庙 他都去帮忙人家 他是没有收钱的 这个 三家都请他去帮忙 他就去办事 那 他也想在家里 弄一个公庙 就是说 也有弄 但是后来没有弄成 可能因缘不弃足 那我还记得 他那个公叫云天公 因为我爸爸 对这个很有兴趣 然后 那个时候我爸爸在 他做鸡童的时候 他有需要说 我们去跟他学 那我也有机会接触到 然后 我是感应没有那么深 但是我弟弟 他感应比较深 他说他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就一种那个 整个那个 这个 那个这种 意识方面 会出去 那出去他就很怕 那他就 就可能就 比较没有兴趣了 然后这个的话 因为 这个是之前 那之后到我差不多 民国差不多 九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我姐姐也有公庙 那我在那边 服务了大概六年 因为有很多问世 他说服务六年 那六年之后 就是说 就是说 他问世的时候 我就去那边帮忙 每个礼拜都去 所以说服务六年 那我今天 我觉得说我 还可以接触到佛法 我觉得蛮幸运的 会不会 只是说 在那段时间 那我去服务人家 那刚才有这个机缘 那就转到 碰到佛法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的话 要接触佛法之前的话 我有 大概差不多 有接触到五六家的 那个佛教团体 那有几家 都是几个月短暂的 那有一家是比较长 就是大概差不多六七年 就是藏传佛法 甚至现在 我还是有在学藏传佛法 所以那个青年之后 因为 民国 七十九年 我去皈依的时候 是在那个 呃 廣青老和上的 第一个弟子 传音法师 在六皈那边 那时候也不知道 那些同事说 要去那边说好啊 那我就过去了 过去就皈依了 皈依我 那个 传闻法师的 他因为是比丘林嘛 那我还 很有印象他的那个 他的长相 对 所以说 好啊 那就皈依 那个地方也真的很清静 我去那边睡一晚之后 我觉得这个 清静的地方 跟完全不一样 好像就没有什么杂质 所以那时候皈依的话 之后 就到了九十几年 大概差不多一百年之前 才慢慢接触佛法 那接触佛法 那接触佛法 之后那时候 因为工作上 我觉得奇怪 我那时候一直有一些 compute 是说 我们人为什么 为什么要活着 我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那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每天在忙 在忙 在忙什么东西 那刚刚我一个同学 同事他 他有在接触佛法 他就跟我讲说 诶 这个是一是不一 那我说 诶 这什么东西 那我就去查网路 那我哇 网路就是有写嘛 而且他 网路一开了之后 他有很多什么 什么什么 三十七道品啊 十二英元 我看人才恍然大悟 诶 我原来是无名这样 所以说我们来这边 所以我就开始有兴趣 有兴趣之后 就慢慢地接触到 刚才讲的很多家 很多家那些 那些 宗教团体 那宗教团体之后 就慢慢慢慢地学 那我目前的话 老实讲 我可能学太多 我一个礼拜就六堂课 我觉得很太累了 我可能就会 三协调 因为还要再上班嘛 那太累了 那今天的话 刚好就说 有这个机缘的话 那个 简教师就是 让我们上台报告 那我大概 这个归类了一下 这个我们这边 前三章 他大概在讲的东西 就是说 他是讲那个 四圣地跟八正道嘛 那四圣地的话 苦疾灭道 里面的道 就是八正道里面的道嘛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要去知道说 这个 这个八正道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 它上面有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 四圣地有包含八正道 那八正道也包含四圣地 那四圣地它的意思就是说 正确去了解八正道 那这个也是修行的最终成果 所不可或缺的 因为我是有学藏传 藏传有学一些 汉传 这是南传嘛 都有学学 因为如果是说 以藏传它最重要是说 那个初离心嘛 那那个空证卷 还有不离心嘛 那这个 呃 南传我觉得它好像八正道 比较重要 这些石修方面 因为我如果说碰到 藏传跟汉传的话 好像 比较少人家在听说什么 八正道 八正道 只知道 但是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今天也很有福气 也很高兴可以碰到说 它这个东西四圣地是什么 八正道是什么 然后它这边要讲就是很重要说 灭虎之道 灭虎之道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可以引导我们 然后达到真正的那个 开悟跟解脱的道理 所以是灭虎的方法嘛 就是要灭虎之道 那这边的话有一些 政见啦 就是政见跟政思维 我们第一张是灭虎之道 第二张是政见 第三张是政思维 那所谓政见的话 它有一个世间政见 跟初世间政见 那世间的政见就是说 我们要掌握这个 掌握正确掌握的法则 就是我们的行为的道德力 就是说自己业的政见 你这个你善恶的果报 这方面我们在世间方面 我们要去多去去注意 自己的善恶果报 那初世间的政见的话 是说你要去了解世圣地 苦及灭道是什么东西 而且最重要是道 这是圣道 所以说 但是里面你看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政思维很重要 他是说他的 他的政思维里面 又有三种含义 第一个是 驴域 我们要驴域我们的思维 那第二个是无称的思维 第三个是无害 驴域的话就是说 我们都很多那种贪运 那我在上传学法 他的贪 他的贪他把它定义成什么 贪就是什么 就是说 如油灼布 如油灼布 好像你 油去碰到布之后 就很难去把它脱离掉 如油灼布 如油灼到布里面 所以你要脱离掉它很困难 就是我们贪的那种丁 然后无称的话就是你要 就是要 无称的思维你要去慈爱嘛 慈爱一些别人嘛 那无害的话 你又要去 要慈悲 要让别人快乐 要拔苦 所以说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蛮重要的 然后在归结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说 他这边其实最重要是说 贪嗔痴嘛 我们讲是贪嗔痴 它就是界定慧嘛 那 贪的话是 我们要用界去对峙嘛 就是 正与正业正命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这贪我们要去对峙它 称的话就是用定 定 正经济正念正定 正经济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正定的话就是right concentration 这个我们要去 精进在这方面 那吃的话就是说 正见right view 正视为right intention 这个去对峙 那我是 有想到说 这个东西就好像是说 一个悄悄板 比如说你摊的时候 对不对 你摊少的时候 那借就多嘛 那如果说你借少的话 那个摊就多 好像一种西手 有没有 翘翘板 那一样的啊 你 摊撑跟那个一样啊 所以说撑 撑跟定影是一样 我就把它比成 我们有三个翘翘板 那吃也一样贵啊 看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怎么去把它 把那个好的东西拉上 那坏的东西拉下去 那就是说 今天我要看到那一句 那个单字叫 Labsided Labsided 就是说 撕痕的嘛 那我们要把它 就是说 让它撕痕 当然好的在上面 那不好的在下面 那这样的话 慢慢的的话 你如果达到那个标准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以解脱啦 就会 会朝着陈伯的路上 好谢谢 可以有个机会 谢谢 对 差不多15分钟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Johnson师兄的功夫吧 因为用功绝对有这个底子的 那其实刚刚讲到 虽然说跟我们 虽然说刚刚已经全部 大致上已经都把 这个我们所学的 都已经有掌握 但是稍微微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已经 在普利比丘到了正思维 已经给我们所有 对质 贪嗔痴的武器了 就是 吃的话 就是用正见 初世间的正见 就是苦疾灭道 这个正见 你只要真正能够体会 苦疾灭道 那么你的吃就消失了 对 那当然这就是最高最终极的目标 那我们的嗔 跟贪 贪它已经告诉我们 在正思维里面 就是要离遇嘛 你所有你喜欢的东西 讨厌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你都能够放得下 现在我们能够放下多少东西 你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 你的贪就没有了 对 嗔呢 他给我们两个武器 一个是磁心 一个是悲心 这个在静坐的时候 都可以去练习 你只要对着全宇宙 去放送你的 磁心跟悲心 就是一天一天去累积嘛 你一天做一点点 一天做一点点 贪嗔痴 这样就可以对质 对 那当然非常好 非常棒的一个体悟 对 谢谢张审师兄 好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就 我们的那个孔师兄 老师 各位同修 大家好 那 我其实很讨厌 说我没准备 但是我实际上 也不太有准备 就是说上 上个礼拜的时候 也是听到那个 在正室委这个部分 里面来讲 觉得有点感动 就觉得 这可以再做一个发挥 在这边讲解一下 那 其实在巴正道这个地方来讲 跟老师在那边学 然后之前是觉得 巴正道好像就是一个很基础的课程 那 读 学了这几个礼拜 发觉说 这个其实是 还是有很 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这样子 那通常 我们这样看了这个 开始的时候 就会觉得 波提笔记就是说 这是一个 当自觉有那种苦的 那种感觉 要走灵修的路的时候 那那种的决心就会起来 那这种决心起来之后 就去找方法 那他是认为说 这个有几种对峙的方法 怎么去找 那他已经把我们 就是说佛陀已经开显了这个方法给我们 我们可以就按照佛陀这个方法去学习 去执行 执行 这样子 那这个通常 我也觉得说 好像小时候我在看那个西游记一样 就是说 通常 当人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死很可怕 所以就要像孙悟空一样说 我就要去学那个长生不老的方法 那当然这是一个辟语了 就好像 那实际上在佛陀开始我们的时候 就跟我们讲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苦 一个苦的因 那我们怎么去灭苦 就好像孙悟空要去学长生不老的方法一样 怎么去学灭苦 那灭苦的话 就然后就从八正道这边开展了这个 我是觉得是一个康庄大道 而且这几个礼拜学来之后 我发觉 其实还蛮受用的 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佛陀开示的 也是三十七道平八正道 到最后讲的 也是八正道 讲完 竟然那个老修行者就开悟了 那我真的是觉得 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让人直接去修上去 这样子 比如说就是 就是在郑思伟这边讲到的那个 就第一个讲礼遇嘛 第二个讲就是善心嘛 第三个讲就是武害嘛 在善心这边 正好我们这个时候 那个彭世杰有 有传那个line给我们看 就是那个磁心观 那我觉得其实 像老师这样解释的也很清楚 我们 就用这种方法 把我们的磁心观 这种善心 从我们自己去修 修了之后 当我们满意的时候 再往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去 去发散 再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去发散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 从这一点我又 在生活上的感觉就是 也跟老师也有点突破 因为上次我们 在寺庙里面帮忙的时候 我们在拉电线 拉电线那个电线其实很粗 然后就会先用那个水线先拉 水线的话就先用那个吸尘器的 那个真空棒不先拉 然后先水线 再用慢慢从水线再拉 那个小的钢锁再拉 再绑到那个粗的线再一起拉 那 其实 在拉的时候 这个过程其实是蛮 蛮 其实是很 很劳累的 很繁复的 那 后来有一个师兄就会 就来 他 他其实他是一个老师 那我们因为我们都算新手 他就说 他那个绑一圈就好了 结果绑一圈就 拉那个水线拉到一半的时候 断掉了 就觉得 好懊恼 怎么听老师的话 就会 会 会这样断掉 就 所有的过程就要重来 那真的是很 很繁复 那时候心里其实有起了一些懊恼 就想 这个老师平常来帮忙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另外一个老师在带的 那他来的话 他会用他的想法跟方法去 去知道你怎么做 因为他已经是在讲课的老师 那我后来就发觉说 如果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干 干预的 就是说 一件工程 你就听一个人的指挥 你中途再插进来的话 其实是打乱的整个的行程 那当然我那时候有点烦恼 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样也不对 我应该学老师讲的那个磁心观 我就先自己修 把自己的那个烦恼先消除掉 然后再修磁心观 把那个磁心去传给那个老师 结果另外一个师姐就讲说 那个孔师兄有传指挥给你 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之后 彼此之间的那种 那种误会跟尴尬 我是觉得就溶解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两者之间的互动的那种界面就消失了 就大家还是很愉快这样一起工作 觉得这个是在 学到这一点点的一个浅浅的感受 对 对 对 还三分钟呢 对 再讲一个 其实我在之前有一些想法就是说 这种决心 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种决心升起之后 你就会去自我探讨 自我去追寻 然后找一些方法 就像佛陀他也是 那个决心又起来之后 他就 就觉得不应 不甘受 就在皇宫的这种的一个 这个框框架架里面 他就出城去看 看到那些现象 他就 觉得要去处理 去追寻 他这个灭苦的这个 对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这个就是 像六祖会人在听到金刚经的时候 听到人家读诵金刚经的时候 他内心中有醒 也就是说他的决心起来之后 他觉得看到的那些都不是那个样子 那个真相不是那个样子 直到他在五祖的 就是把那个架杀全部遮起来 直接跟他在讲的时候 才直指内心 让他见到他自己的真如佛性这样子 他才知道 哦 那 就是这个 所以从 一般人从认识到说 我的决心生起 到认识到 不是那个 不是这个 所以他才会否认 他师兄这样的菩提本无数 那其实他都是否定 因为他知道不是那个 就说 所有的 我们看到的有 那个像 都是 都不是那个像 所以他那时候的 产生的是这种 他觉得不是那个 但是 还不能把握住 所以那真正是什么 对 直到他在后面 我觉得 后面那才是他的精华 就是说 和其自行 本质清净 所以一般人 我们都讲到 他的前面 菩提本无数 我说真正的精华在那个地方 好 就好像我们最近常看到的 就是那个 巴默黑提 还有那个 现在要看到这个 他们把我跟无我之间的那种 在那个之间的空隙当中 他钻进去 就直接探到那个本源 所以才了解到那个空 对 好 谢谢大家 刚才那个朋友讲 就是汤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有卓步难割 如有卓步 这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在对峙我自己 真的是这样 你最好连沾都不要沾 你以为你够厉害 你沾然后要拿掉 非常的难 对 但是因为学佛嘛 再怎么样都要把它拿到拿掉 但是不容易 最好一开始就不要沾 来 那么 刚刚孔师兄就分享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稍微做一点慈心的练习 马上就有效益 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就融掉了 那再来就是对 这应该是禅的一个体会了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 就是那个五个心 那才是真正见性的体会 一开始那个 菩提本无数的那个部分 他只是否定 那些东西都不是相 只要有相 凡所有相都虚妄 那后来他才体会 到底自信是什么 就是没有生命 本无动摇 本自清净 这个本自具足 能生万法 这才是自信的样貌 我们非常感谢孔师兄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请这个悠尔师兄 我曾经教学在学校 for more than 30 year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teach while sitting because I always stand and I always have the the teaching ad as PPT but I can't prepare that and so the teaching appearance that means one thing very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teach to let our audience that our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what I say and I think that's the the difficult of the dominant challenge for teacher you you were teacher so why say this because my topic my lecture topic is the analogy in the at for the at the novel at for yeah past so that's my my topic in fact my topic was still up in the air a few weeks before because I first I choose the topic to talk about one of the four impounderable impounderable you know impounder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inconceivable inconceivable in buddhism you know for sida butsu yi bukutsu yi one of it what is yet at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result of karma but then I think because as we heard that as you as you sau so you repe and I think that is easy tong guat de guat chong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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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how can that be inconceivable inconceivable means it'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n I study it and I know little about it but bu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why, because it's so inconceivable that that's the reason so I chose this because as a teacher I know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the Buddha told because Buddha is the greatest teacher, at least one of the greatest teachers in the world so we should, we should, we should learn to understand his myth, his dharma, his law, by way of the an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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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figurative language, or parable, or story,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so I chose this topic and the first I should, I should lik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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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ake an example uh uh I should, I should, I should cite some example from the Buddha himself, but I first I should, I should tell a story uh uh I can illustrate what I mean by the importance of analogy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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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know George Washington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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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everybody know jeff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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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erson, yeah jeff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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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french ideas he is very impressed to press the french ideas everything french is good to him and he he favor one chamber system of legislation that's the french institution and the last or unlucky unugly washington was the staunch staunch support of one chamber system one chamber sorry two chamber system so they have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what which is the best system for the unitestate so they argue varian and no one would waver their position everybody will stick to what they believe so and they adjourned the rest to the dining room dining room and to drink tea and they and they still debate and they still debate but no one would give up his idea and at last washington said by your hand by your hand by your hand you just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wo chamber system 你用你的手 揭示出展现出 二院制的优越性 and jephson jephson was surprised he asked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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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how that okay and the washington said you just pull your tea to the saucer socler to cool the heat of the tea that means we need the saucers in our legislation system 我们需要 在我们的立法部门 有一个 量水 量热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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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美酒 当一个法案 分完美酒 originates in one house 当一个 一个院里面 产生出来 一个 法案的时候 and it would be debated and argued by the amendment of the other house 他将会被另外一个 一个院去 这个 那个提案 他提案来修改 来辩论 and then it would be an equitable law so Huang2 said Here's what I say our system need the soul so you get what I told the story for because it's very vivid demonstration avivid metaphor of vivid analogy to demonstrate an abstract abstract concept concept because when in abstract concept no one would give up but when whasentine use this metaphor or use this exemple then Jepsen know what's the benefit of adopt adopt in metaphor or analogy master and I I would sit to exemple which Buddha use as an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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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d you know Vimojijijin Vimojilakke Sutta chapter maybe 11 the Buddha said we can do Buddha work womkai zo for sit through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one way is use an alogy to let people understand to let people be enlightened kai u and the other exemple is that uh rotus sutta ohajin and there is one single chapter which is called parable piyyipin and in this chapter the Buddha said I also use the analogy or parable or story to make my disciple combehand what I what I teach so I think Buddha also put emphasized kai zong the use of anergy of and of course the famous anergy buddha uses center be dharma ever 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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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s dha dha ?" database 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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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 dha 想要成佛, 我們只要拿著一個扶子 做一個扶子 然後去鎖河到另一個河河 所以昨天, 當教授宋說, 他把他疵了,他疵了,他疵了,他疵了。 但他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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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疵了,他疵了,你不太关注了, 但如果你明白了,他疵了, the rofter when you are still closing the river the rofter is useful you cannot give up the rofter while you're closing the river or else you'll be drawn to death yeah so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analogy analogy can make us understand that yeah knowledge okay and so so that's why i chose the topic about this and we can maybe we can review what we learned by by studying how the author using the analogy or the metaphor to express his idea and i i i run through the old book but i think it's because the time limit and because what i teach also uh said that we should confine our our speech or our lecture just uh to what we learned so i chose six six uh example and the author uses that uh you everybody have the book so we can maybe we can just review page two to three page two to three page two and the page three okay page two to three page two the last paragraph he just want to want us to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eclecticism that means that he want to show us uh that the don't learn for the spin wrong sort of fancy uh puto was uh you you know and the trading now what what he he compared this to i mean what he used as a metaphor or similar as an analogy and maybe we should can try to understand that he just used uh string uh he said that we are uh the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is not the sheer strength we just test and we just test it uh just stop us um it's no use because if the spiritual trading should uh effect uh in transform you then you should see that as a whole whole river that will brush you you will like you'll be a new man then i think it's an analogy but i think this analogy is not too good because it made me more abstract than what he uh want to explain but i think there are some good example which he used okay okay and the page five page five okay okay in fact it begins with page uh page at the end of the page four but that's okay he just says that when we want to eradicate eradicate want to cut off the the cause of suffering uh he compared that to uh you can settle you may about a fatal disease a fatal disease you could to mean that the pain by by what by just a cosmetic cosmetic so soup yeah surgery so i i think this analogy is is good yeah it make us understand oh because it's so yeah you can't uh take care of the deep problem with uh just dear yet with a shadow toes okay so i think it's good analogy and the page 12 at page 12 okay let me just just make it short he just come compare what what we we call the at the noble at fold pass not passes why because he said it just he compared that to be a intertwining in the thing mean interconnected strength so it's not uh at branch it's one thing so i think it's a uh this is a good analogy and the page 13 to page 14 he just talked about when we practice without right view then he compare that to what if we practice we meditate but without the right view then it can be compared to that you want to drive but you don't ask ask for the load map or ask for someone who is an experienced driver yeah no sort of way and you just driver maybe you just ever to the to the west to the east when you want to read yes yeah and what time that limit is it passed okay then i would just conclude just use one uh buddha's uh similar or analogy that will be touching uh when he talk about the suffering of of samsara it just tell us monks of course we are not monks monks what which is greater that the tears you the blood you shed when in the endless samsara rebirth the cycle of rebirth over the the river of the great guns so river of the great guns yeah that's when you need to run away the tongue so you do the shady the lake beach and i think that not not touching that more than just tell us it's very afflicted it's very stubborn but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feel i don't have that view but if you just give me give me the analogy or example i think that will make me feel the situation and that will let me understand okay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wow okay 非常感谢这个 hugh师兄 因为他做了一个well prepared speech 非常organized 而且因为他博士嘛 他就是有博士脑袋了 博士脑袋就是他要做一个东西 他就要做到完美 他也是 a perfectionist 那非常的完美 他透过study 他专门focus在做analogy 辟喻 就说佛陀的教法里面有很多种 但有一种很容易让学生能够明白 就是用analogy 用辟喻 然后他举了我们现在正在念的这一个前三章里面 到底菩提比丘用了多少辟喻 那其中里面他最后一个讲的那个非常的感人有没有 他把比较不赞成的越来越vivid的辟喻 他还有层次 我们再听一个speech 为什么能够这样引人入圣 就是他里面是organize 然后举的例子 他又有层次分明 最后一个例子是不是让我们还能够开悟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可怜 在轮回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所流的血跟汗 可能比恒河的水都还多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在这样的轮回呢 有没有 用这样我们就能够下定决心 我们要跳脱轮回 我们非常感谢Hugh师兄 那当然我们就每个人的temperament不一样 用自己的方式来成佛 但是我们有看到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方式 很有趣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我的学姐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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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Path, written by Budi P. Cho.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arts that I don't really fully understand, like since there is right view, why there is right thought, right intention. Th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two, if we look at the text, we will find out they are similar. So I just try, the last paragraph I summarized may be not very clear and correct. I hope we can have all your opinion to comment. Okay. As we all know, no one can escape from suffering. The origin of suffering, dukkha, is greed, aversion, and delusion. Greed is self-centered desire. The desire for pleasure and possession. Aversion always comes from the response of negation, condemnation, anger, and violence. Delusion means mental darkness blocking out clear understanding. In short, the origin of suffering originates from the root of ignorance. To free ourselves from and end with the suffering, we must eliminate the root. We need wisdom to eradicate the root. but how is wisdom to be acquired? Wisdom cannot be gained by mere learning, gathering, and accumulating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The Buddha taught us the way to the ultimate requires relinquishment of of sensual desire and affliction of the body. It needs constantly practicing with the middle way. We cannot be explained by merely words.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s call the middle way, which give rise to vision, give rise to knowledge, and this to peace, to direct knowledge, to enlightenment, to Nevada. Wisdom presupposed as a mind that has been concentrated, clear of disturbance and distraction. Concentration requires training in higher consciousness, which brings the calm and status of the mind, needed to be developed wisdom.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s develop gradually through three stages, with moral discipline as foundation for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for the foundation of wisdom, and wisdom to the direct instrument for reaching liberation. Right view govern our attitudes, our actions, determines our whole orientation to existence. This view govern our actions. The action determines consequence. The views divide into two classes, right view and wrong views. Wrong views will lead to causes of action that result in suffering, while right view eventually towards freedom from suffering. Thus, right view determines our whole course of of future development. Beings are the health of their actions. Good and bad deeds produce corresponding fruits. Having free will, on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his performance of an action, via body, speech, and or mind, the three doors of actions. This is called sincera, wrongs of rebirth. To end the course of suffering, one must have right view toward non-gree implies renunciation, detached, and generosity. Non-aversion implies loving-kindness, sympathy and gentleness. And non-delusion implies wisdom. These actions are rive in happiness, and non-necessary can be happened in the present life. They can even remain dormant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into the future. Right intention, also right thought, includes two aspects, purposive and the other aspect, cognitive, being covered by right view. The Buddha says, What one frequently thinks should reflect upon the inclination of his mind. The direction one takes always comes back to oneself. Thus, before we put into practice actions, we need to have right thought, and right thought comes from wholesome right view. The three kinds of right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good will, and harmlessness, which counteract the three wrong intentions of desire, ill will, and harmfulness, are very important to put into practice, with the contemplation leading to the arising of these thoughts.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intention of ren �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is thought. Oh, okay. Right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is thought. Right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is thought. Oh, yeah. Right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but renariestine Значит ك 它就是把這個融化成你自己的思想 然後結果你再去實行做動作出來嘛 那所以巴正道在這個正思維 我覺得他寫的不是很清楚 在佛地比修症裡面不是很清楚 不曉得他的distinguish在哪裡 因為他有重複那個談稱詞 對字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就是覺得我不是很了解啦 但我程度沒那麼好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他講的就是讓人家覺得 不是非常清晰的一個distinguishin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好那就謝謝老師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沒有請老師先改過 這個部分沒有學姐還是學姐 功力真好 就英文非常好 而且剛剛做的一個summary也非常好 就是他是把前三章都做一個最驚訝的一個摘要嘛 那非常非常的focused 對 那直接就是這個四聖第八正道之間 他其實就是相互影響的嘛 然後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根治我們的貪稱吃啊 貪稱吃 他剛剛也全部都提到 然後再來來到我們正思維 怎麼樣去對峙貪跟稱嘛 然後吃的話那吃的話就是是什麼樣對峙呢 就是用政見 那剛剛其實有一個東西很confusing嘛 到底是intention就是正思維 他是thought嘛 我好像沒有看到這樣的說法 真的喔 我們要把它找出來 因為在我看到的是 正見才是這個view嘛 才是這個thought 對 對 他是cognitive 對 他是cognitive 那正思維呢 他就是intention嘛 是一種wish嘛 你想要走哪個方向 對 所以一個是perception 你如果 剛剛好像有用到一個字 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 還可以細細去討論 因為八正道本來就是南傳的最精華 他就是在26頁那裡看 好OK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我應該還有兩位 我們還有兩位 所以稍微看一下 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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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段第3行 第3章 第3章我知道 26頁第幾段 第1段的第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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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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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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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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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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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见那个view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thought 思想 他这里有界定 有没有 有特别界定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正思维就是一种意愿 一种方向的选择 我的体会是这样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一个方向的选择 到底我要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我今天吃戏饭还是吃面 你时时刻刻都在做一个选择 我们的业力就从这个选择一直在累积 OK 所以嘛 Purposive or co-native aspect of mental activity 有没有 我们心里的一些作用 那你看 The cognitive aspect being covered by the first factor 有没有 就是我们之间方面是 就是证件 这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道姿 然后呢 就是right view 就是cognitive aspect 那正思维就是它是purposive or co-native 比较是一种意愿 你的选择的取向 比较是这个东西 对 那当你有对的证件 你有证件 你的选择才会是对的 否则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你就乱选了 那你就是 那等于就是不断的在造业嘛 你造善业恶业也好都会有果报 对 好 你竟然说 right view已经决定了 right intention是哪里决定的 right view 就像一个地图 它是一个地图 那你是一个driver 那么你在选择你行车的路径 这是intention 但是你心中有没有那个map map 你有没有那一个地图在你的心里 这个地图才是right view 就是是第一个道之正见 你必须有正见 你才可能有正思维嘛 对 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 先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对 然后你在那个正确的概念 你才能做你的选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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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我们仲师兄 好的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 great privilege and honor to be here to share some of the study thought with you about the la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Noble 8 fourth pass by ODPQ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book BodyBQ stated that the search for spiritual path is born out of suffering it does not start by lights and ecstasy but with the heart and the texts of pain disappointment and confusion in short all of us our search for spiritual peace and liberation all commands from the quest for stopping and eradicating all kinds of suffering which are troubling or torturing us fortunately merciful Buddha taught us with his teaching manly in two principles one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e second the noble eight four paths to liberate us from all sort of suffering and to live in the enjoyment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final deliverance as for a time limited concern and I'm not going to enumerate and expound all the items one by one either in the four noble truths or the noble eight four paths thus we have to make our statement of sharing in a very brief way still some of the important ideas at least that that is I I thought about Mentioned by BodicBQ must be reiterated Iterated The first is that considering either the Four noble truth or the noble eight four paths it must be considered integrally and not individually and second and all this this path or this truth there are no sequential limit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intertwined and interacted with one another though in the stage of practical training the body BQ said the sequence are first in the moral discipline group and just like a right speech action right action livelihood and second the concentration group and the and the last the wisdom group but still we can see the writer I mean the BodicBQ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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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written this book the first chapter is about right view and the second chapter and I'm sorry the second chapter is about the right view and this the third the third chapter is about the right intention and I want to make some brief in other words is some of the short notes that I have condensed is that BodicBQ in the beginning he told us that on the right view it can be divided by two parts first is the mudem right view and the second is the the so called superior right view but before we understand the right vie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so called ten courses of unwholesome kama I think basically I gather all these conceptions from the the Chinese Bodhis thinking but I just tried to tried tried take all these conceptions together with what the BodicBQ have taught us as to the the first three courses of unwholesome kama they are bodily actions like destroying lives and take what is not given and conduct in regard to sense of pleasure these are the three body actions bodily actions and there are four vul for mento actions as we all learn from our Chinese Buddhism teaching so I'm not tried to elaborate all of them but imprecise the writer told us h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ight view he stated that when a noble disciple understand what is karmically unwholesome and the root of unwholesome kama what is karmically wholesome and the root of wholesome kama then he has the right view so as we just discussed arive view and right intention sometimes we might cannot make a very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items but in my mind in my current understanding the right view is just like a birth eyes view from above then you know what is right the notion of yourself or the picture that you are watching whether it is right or wrong but the right intention it will b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the right view it is after you choose what is right or what is wrong then you decide to do some action and that is the so-called right intention of course right intention must be in the positive side not in the negative side so these are the basic or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view and the right intention that's because the author did not very distinctly specify their difference but that's my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I look for all your opinions or comments on that and for the superior right view I think since we have mudan in front of it so it is to some extent it is in the advanced level maybe we can say that but as I said but all this right view or mudan right view or superior right view mundane right view or superior right view I think they are not all the times but sometimes they intertwine with each other so you cannot tell which is higher which is lower because to translate this chinese in english is no two it'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just like we learn from beron katie that he said no 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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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nglish purely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is no self but I think it is a direct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okay let's back to the superior right view and here we have to okay i see the timekeeper waving make some gestures so i have to content some of the uh the the sharing of mine because uh because I think uh my time is a little bit shorter man than mr. hu heu so this is quite unfair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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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m just waiting for that statemen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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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uh make a little joke here but uh we have to uh to conduct this in a very sincere way so and uh about the right intention as we just discussed the right intention sometimes uh can be uh coming goes the right view butuh uh uh Ms. Chain just uh gave us the the difference because the right thought or right intention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pulsive aspect of mental activity and the cognite aspect and has been covered by the first factor as it is the right view and to understand to the right intention we have to ment about the traditional uh chinese buddhist teaching about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or we say that three wholesome or poison roots roots and that is and delusion and to counter act all this poisonous root so we have right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to counter act greet and we have right intention of goodwill to counter that so cord ill will and right intention of harmlessness to counteract harmfulness and as we mentioned that we are not taking this as just a theory because the writer told us you must through practice to gain your true understanding of it not just reading it or ment about some of the very very deep philosophical views or understanding of that that you that can gain the true meaning of this so my conclusion maybe it is maybe it will suitable for everyone but I'm not sure at least it is suitable for me I think you want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first you try to repeat that thought in your own words you try not to to copy the sentence or the wording from the storyteller or the the author so whenever you are using the own wording of yourself then you gain the true meaning of your your learning so that is my personal understanding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patience wow great thank you for the 就是这两个不一样 只要经过这两个 你都统整好了 其实我们根本的苦就已经把它解决掉 但是我们接下来 好 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压轴了 我们应该是黄师姐了 但是彭师姐也可以 我们来欢迎在旅美三十年的黄师姐 来为我们做一点分享 嗨 别人 我还以为弗师姐会继续去 持续走继续走 和自己身体的时间 my title is said to be the practice of loving kindness on our daily life I we did not discuss about anything in this regard before but it just happened that I have I am trying to do what you have suggested right you said about our practice to ensure our learning is solid and we do get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what we have learned I chose to focus on a very small part of it which is about loving kindness and we all know the it's about the remedy that put it be true set for the right in one of the remedy he said for the right intention he said he said three goals okay one is to the 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intention of goodwill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 intention of harmlessness and what I'm focusing on is about the goodwill the goodwill he I really like the point he mentioned on page 34 he said the remedy the Buddha recommended to counteract ill ill will is the metta metta he translated as loving kindness okay which means kind of it's a selfless love and it is he said this is what I'm going to read or explain to my children remember at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I said when I told told you that the reason why I'm in this class is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the way to explain the very basic Buddhism theory or practice in English to my children and this part it is so touching to me and I think it is very useful and also my children can apply them to the daily life immediately after I explain to them he said the loving kindness is a heartfelt concern for their what for others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not just for ourselves for others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he said put it be you said matter is not just sentimental goodwill and it is not a conscientious response to a moral imperative or divine command it is actually what it is a spontaneous warmth rather than by a sense of obligation all right it is something is heartfelt is out of our mind without any teaching or training finally it become a nature of part of our personality naturally it's not finally is not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teach you somebody commend you or somebody no no pushing to that to that degree okay so I am going to be I have found three three situation okay which we can we it's very easy for us to encounter in our daily life the first one is about our experience people in Taiwan okay big so whenever we go on a bus okay one do you if you see any seat or empty seat do you always choose to sit on the window side or the aisle side the aisle sideokay that's for your own convenience right but if you consider for others convenience for others to to feel comfortable to get a seat to sit on then you would choose to sit on the window side okay but usually our our intention is for us to to be very convenient to get up when we feel like to when we feel it's time for us to get off the bus right but how about think of others if you have any consideration to others then you will always choose to sit on the window side that's the first example and the second one is okay which the first one probably my children they cannot relate because they don't sit on they don't ride on bus they drive they do the driving all the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second one definitely they can when you go shopping at the supermarket no matter you are picking for picking out your world I mean fruit or vegetables or even the canned food or the dairy products do you always try to dig into the whole pile of food or vegetables just to pick out the best one or the prettiest one or the freshest one okay or when you check the refrigerator for the carton of milk do you always pick out the okay the expiration date to which is the farthest one from now or you pick out the nearest one or you pick out the nearest one so that okay others yeah so that others can have the freshest one okay okay and but this is a practice is I thought it's easy to do okay but how about if we all train ourselves we all teach ourselves to how about I will just pick out the eatable one just be just when they are eatable you don't have to pick out the rotten one so so that would be too much okay but I think we will I will go just as far as whatever is eatable I'll just take it and I won't take out all with all my effort to take out the best one so that I'll be satisfied then how about others how about do you ever have a thinking of I'll leave the best to others I'll eat just whatever is eatable okay so this is one of the example that you can apply to train yourself to be loving kindness okay and the third one this is also a practice of it occurs to the US more often than people in Taiwan because when you drive in the highway or just in the town road and it's very possible you will encounter the situation like this that someone behind you all of a sudden they pass you they pass you just they pass you without signal beforehand or just with no reason you had the right of way but somebody behind you just pass you and then you you definitely feel uncomfortable maybe even be very angry you know and somebody can get as angry as to you know give out their third finger finger the middle finger you know that's that's possible that happens okay all the time and but instead okay before you come up with the angry thought how about you think about it or maybe that person has a special reason he need he need to rush and watch and watch and in front of me watch his car in front of me and I how about I would just say Amitofo and then I would say please Amitofo or Guanyin Pusa not to embrace that person not to do anything like this or I mean not to on his way ahead not to hurt anybody and not to hurt himself either either okay so because that's that's something take practice you don't come up with this kind of thought at the very beginning even after you had this kind of thought you don't feel that you don't feel that you do it so willingly you still have some kind of uncomfortfulness in your mind really okay but just by keep on practicing then it will come to a day that you that will become so natural to you it will just come up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and it's become part of you it's no longer a practice to you all right s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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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yeah and so that maybe by that time it will be something like yeah or maybe something like you have become one oka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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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tain kind of mmm yes oh yes as natural as you breathe okay it's not a skill anymore okay you pick out the the I mean just a edible orange from the fruit pile so natural so natural and you don't dig into anything anymore is yes yes okay and just like as long as you don't say I like that the best as natural as you as you breathe so natural okay and it's it's part of your personality already all right okay so that's that's um that's um that's my um my report about what I think that we can apply in the practicing of loving kindness on our everyday life no I think I have enough okay thank you it's like her but we don't have to act in this way oh wow yeah um don't bother I think there's still time for us to really um uh it's a long long way uh to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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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on the path of buddhahood and that's why we need a group and we can grow together and we can remind you one another how to behave in the right way and how to really get the fruit of what we practice and uh and of course um as all of you mentioned we don't just learn the theory here we want to practice because we want to get the result that's why we practice that's why we learn the theories otherwise we'll just stay home and watch tv right and do all kinds of comfortable things we don't have to come here and really um take the effort of uh studying and then remind each other that we need to do the right deeds so uh what we really want is to become a buddha righ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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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uh let's just go on and study together and practice together i believe that um here we can turn this land into the pure land of of amida buddhas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enjoy um the way to the buddhahhood in amida buddha's world in the Otho world and the universe of amida buddha's world is also part of the wonderful world so we can build this life for the world in our world and we can build this place um the earth and it's one of the best ways that we can build this world to adjust this world is to do the best ways that we can build the world that душes and men have to be to watch as well as Reservo everyone is a beautiful world um the best way that we can build it 你通通都已经超越了 那才到了不二法门 就是你真正见到你的真如本性 那就不二了 它也不是清静法 也不是不清静法 所以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在我们还是见习的学生 它是不一样的 初世间法 它就是苦极灭道才是初世间法 食善业道才是世间法 这是我目前的理解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苦极灭道是要根除你的贪嗔痴啊 那在食善业道只是叫你行善 所以苦极灭道把它放在Montane Montane 是是是 Montane就放在Supirate 对 初世间法就是苦极灭道的法 我的理解了 我目前所看到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我们不断的practice之后 我们对整个佛法的理解会一直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基础 前面的基础 没有Montane的那个基础的话 你不可能到后面去 你直接到后面 你也一定前面都做得到 对 你的贪嗔痴都断除了 怎么不是行善呢 就像盖高楼一样啊 是 盖高楼没有基础的话 把楼盖起来 就是说我们都是这样 从下到上 从上到下 整个把它盖起来 我觉得你一直从下盖上去 速度会很慢 对 那我们既然已经有接触汉传的佛教 他就是从上 如果是密教 那更是上 刚刚有讲到出离心 有没有 出离心就是八正道的心啊 我们现在在学的只是出离心而已 第一步而已 密教里面第一个 你就要先基础 再来就是汉传的嘛 险教 才来到密 所以你说第一个出离心 再来是什么 空 出离心 然后空正剑 空正剑 再来菩提心 对 就是这样上来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是 从下往上 从上往下 这样把它盖起来 这是我目前的体会 对 那我们当然就是 要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成佛 因为佛陀 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 证实给我们看苦 就是说苦行不是对的 对 正确的方法才是对的 对 middle way the middle way 就是说你不要放异 但你也不必苦修 对 就是内念心 你不让他放异 对 好 这不容易啊 来我们先这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好 腊胎 commitments